请 제일 Hoch slain Hvillekami Hllo大家我现在灯光有点奇怪 因为我上面有个点光 然后因为这边比较暗 所以我在这边 我的镜头的这个方向 放了一个书桌的台灯 但是我不想要这个台灯 是直接照我左脸的 因为这样的话 我右脸就会有阴影 所以我就把它往后照到手机的后面 就是看起来有一点暗 但是我可能会后置把它调亮 好那我现在开箱的是这一个 剛才收到的包裹是從手耳寄來的 現在台灣的包裹好像就是要入關的時候 也是要實名制 就是你要去輸入一些你的資料 在手機上的一個APP 然後它就會去對你的資料 然後資料如果都正確的話 它才會就是放行這個包裹 然後去讓你收到這樣子 開完裡面就空空了 我這次買的這個美甲品牌是叫做Gen Hour 用法也是一樣 就是你要先準備酒精棉片 它裡面應該有附 然後把你的指甲先擦乾淨之後 貼上去磨短之後 然後再照燈 這個一樣也是要照光療燈的 在家我是找了很久才找到 因為Ohara美甲貼好像從韓國沒辦法寄到台灣 但是從美國的話也無法寄到台灣 可是我又不想要在蝦皮上面買 因為其實如果你在美國的官網 你只要買三個 欸沒有 你只要買25塊就可以免運 在美國的話首購就有送它那個品牌的光療機 可是在蝦皮上面的話 它好像買三個三副 然後才會送一個就是普通的美甲級 才價值八十九塊九十塊 就不到三塊美金的 所以我覺得與其那樣子 那我寧願買這一家 因為這一家的話 它也是有送他們品牌的光療機 而且它價格是比Ohora還要再便宜一些些的 它一個裡面居然有三份欸 我先來拆第一個 這也空空了 衣包裡面有兩個 第一個是我跟我妹都很喜歡的 比較大地色系的 然後大椅子紋路 然後還有這個灰色跟比較深色 然後這邊是有個金色的 點綴的 好像是平面的吧 它不像Ohora是有時候會凸起來的 然後這一副啊 這副是我自己挑的 我是挑wedding nail 就是像那種結婚的人可能會需要用的 然後這個大拇指這邊也是有 像我之前的貼寶石的那種 然後它是比較法式 中間有一條銀色的線 主色是白色 因為比較有wedding nail的感覺 再來我要拆第二包 哇 這邊就東西很多欸 這邊拿不到出來 這裡面也空空 這個好像是手機的 就是可以貼在後面 然後可以當手機指甲的 不知道它的名叫什麼 然後這個好像也是某個贈品 但是忘記蠻多少錢了 這個是美甲 魔甲棒 就是可以這樣刮指甲的 這個是下單就有送的 也是首購就有送的 它裡面是長這樣子的 鏡頭看起來很淺耶 很淺粉紅 可是它實際上還蠻粉的 這個光療機我有了 所以這個應該會給我妹妹 會給GINO 第二包裡面也是兩副 這個就比較普通一點點了 它是大拇指有這種突出來的寶石 鏡頭好像拍不太清楚 然後就是兩個雙色 這個是亮片色 一個純色的 這個好像是我幫自己挑的 因為我就喜歡比較浮誇一點 然後偏白色系的 就比較亮色系的 這一個勒也是我看它拇指上有寶石 所以我才挑的 然後這邊是唇色 然後有白色 漸層吧 有點漸變色 然後一點小碎花就是邊邊的 反正我就是買的話 如果媽媽喜歡 或者是GINO喜歡的話 我就跟他們一起用 這個寶石好像是要自己貼的耶 因為它好像有點移味 確定是不是正常的耶 但是我覺得它看起來蠻 蠻高級的 高級感 最後一包 第三包 它這個包裝超可愛的 我覺得比OHORA還要可愛 這也空空了 有四個 然後其中有一個有圖案 有三個都是沒有圖案的 它好像是這個品牌的耶 我不知道怎麼唸 就是這個 ZENE PIN 但它就是跟這個比較不一樣 不一樣的包裝 然後這外面也看不出來 它是什麼 什麼形狀耶 我先說這個好了 這個也是比較大地色的 這個我本來是想要給我媽用的 它是 拇指上也是 不是凸的 是平面的 然後它有點透明 金屬的線條 然後也是純色跟 跟這種閃亮亮的顏色 我應該拆開來看的齁 因為我不知道它拆開裡面是怎麼樣 我拆開這副看看 這個蠻像OHORA耶 就是一個黑色的塑膠殼 哇喔它是這樣子耶 它有一個保護殼 然後拿起來是這樣 哇 你們看得到嗎 感覺是有點凸面的耶 摸起來好凸喔 整體就是比較厚厚的感覺 它上面其實還有一層比較霧面的膜 到時候可以撕掉 這個好漂亮喔 這很像貓眼石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很像 就是那種食材喔 好難介紹喔 然後這個是上面有一點亮亮的 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得到 亮亮然後配一點唇色 我覺得它質感比OHORA好耶 這樣子 總共是有這三副 裡面也是有酒精棉片 然後摩指甲的棒子跟一個木棒 然後都有它品牌的名字 就大概是這樣子 再來開下一個 好 剛剛拆盒子的時候指甲斷掉了 因為我指甲比較軟 所以它會容易這樣分層 烏烏 所以我這次買的就是有這四個 粉色、大地色、大地色、白色 還有這些 總共八個 剛剛都拆開給大家看過了 那我會把他們的連結都放在下面 因為我這個也是我自己找很久的 然後也是從首爾運來的 我覺得它質感還不錯 然後貼紙感覺比較厚 但是它的款式比較沒有像OHORA這麼浮誇 也不是說浮誇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花樣 但是我覺得它基本上是走比較素雅一點 然後精緻度也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蠻推薦的 我之後要貼的話我再拍給大家看 然後首購的話就是會有這個光療燈 然後一百塊就是會有這個手機的支架 打開給大家看 它就是像這樣子放在後面 放在手機背蓋的地方 然後可以讓你去支撐手機 它是做鏡面的這樣 鏡面 上面有一層膜待會可以拆掉 然後這邊是3M的膠 這個磨甲棒好像是滿25塊 印象中 就是這個Gen Hour他們的磨甲棒 我是上週五下的訂單 然後六日扣除的話 就大概三天 建禮拜三 所以我三天就收到 而且是用DHL寄來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推薦給大家 貨運很快 而且是非常棒的 包裝 然後產品也都很好 然後不要忘記 我把連結放在下面資訊欄 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下面資訊欄查看 我已經把我指甲都做好了 那我覺得它的美甲片呢 會比OHORA更貼合我的指甲 就是大拇指這邊 因為OHORA的size可能比較小一點 那我的指頭這邊比較寬 也是這個 縫縫這邊 所以我覺得OHORA比較沒有辦法去很好的貼合我的指甲 那這個 Jane Howard的 我覺得它可以就是很符合我的甲型 然後我覺得它做起來也會很像就是去外面給人家美甲師做的 所以我之後絕對還會再回購這個Jane Howard的 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就是要100塊才可以免運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就是如果你平常沒有那麼多美甲需求的話 你就是變成說要囤貨 OHORA的話它在美國就是直接25塊就可以免運了 25塊美金就可以免運 所以我覺得OHORA可能在這個方面略勝一籌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指甲的假片是比較適合我的 那我就提供這些資訊給大家參考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所有內容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那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打開旁邊小鈴鐺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常常見面囉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掰掰 Ну turb 白 紫生她 音樂 by bwd6